今晚再次提提大家疫苗通行症這個新規定 在後日即是星期四2月24日就會分三個階段正式實施 星期四開始就是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要求所有進入那23個表列處所 滿12歲的人都要接種第一針 4月30日就會推行第二階段 成人就要打第二針 到6月30日起就是第三個階段 成人就要打齊三針 滿12歲未成年的人就要打第二針 疫苗通行症目前正是適用於12歲以上的人 政府就說小童接種疫苗都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是不排除日後會降低疫苗通行症的年齡 還會視乎疫情發展的狀況和社會的需要 考慮延長疫苗通行症這個措施到年底的時限 政府因應第五波疫情已經收緊了很多限聚的措施 包括唐食到現在只維持到傍晚6時 雖然政府在這個星期四開始實行疫苗通行症 但已經有消息出來說暫時不會因為這樣 而有放寬這些限制的空格 不過我最擔心其中一樣的就是 之前理髮店是可以營業的 後來就停了 就說要等疫苗通行症之後才再作安排 以現在這個疫情發展的趨勢 我真的有少許憂 2月24日之後 他們是不是會仍然需要關閉 今天又有新增了6211宗新冠病毒的確診過案 你說如果理髮店不能夠在24日之後恢復營業的話 大家的頭髮真的不知怎算好 修理頭髮都是一項基本的需要 儘管看看政府有甚麼決定 遲一點 大家要留意一下 現在入商場和超市是沒有任何強制的步驟 但星期四開始就不同了 一次過是新增了兩項新的措施 新的要求的就是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症 安心出行是屬於599F章表列處所的相關條例 而即將推行的疫苗通行症 是屬於599L章的條例 是屬於兩條條例 如果我們未能夠遵從這兩條條例的話 就等於是兩個罪行 兩種懲罰 雙重的罰款可以去到一萬元 變相即是加重罰則 所以大家要記住 由24號開始 進入商場或者超市 一定要掃安心出行 以及要帶備你的疫苗接種紀錄 不要以為有接種紀錄 有疫苗通行症 就不用掃安心出行 一定要掃安心出行 如果不是抓到的話就會被罰款 疫苗通分有主動查核和被動查核的處所 首先講講主動查核的處所 餐飲處所和匯子這一類 就是屬於主動查核的處所 顧客進入前就要主動出示接種疫苗的紀錄 或者豁免輸 處所就會再用政府發放給他們的掃描程式 去查核和儲存這些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的處所是看不到 閱讀不到的 全部是已經加密 只是在相關的場所 有疫症出現的情況之下 政府才會要求拿這些資料 而這些資料儲存的時間 限於一個月之內 而警方會不會都用疫苗通行症 收集這些資料 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 就沒有回應到什麼部門可以使用這些資料 就只是重新 好像我剛剛說 這些資料主要是用作防疫和抗疫的用途 和疫苗通是符合私隱規定的 至於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街市和市集 這一類的處所不是屬於主動查核的處所 是屬於被動查核的處所 處所只需要在出入口 展示安心出行二維碼 被顧客去掃描 不需要檢查的 就是盡了他的責任 但是執法人員會隨機去抽查 看看我們有沒有安心出行 還有有沒有打針紀錄 打針紀錄就等於我們現在出街要帶身份證一樣 隨身都要攜帶這個接種紀錄 就是等同了符合法例的要求 酒店和賓館是沒有進入疫苗通行政措施的範圍裏 但是如果你是進入酒店和賓館裏面的餐廳 就要出示針錄 當然最方便就是把電子針錄 儲存在我們安心出行 或者是治方便 或者是醫健通的程式裏面 但是我們不儲存在這些程式裏面都可以的 我們可以帶那張針紙或者影印本 政府也接受的 疫苗通這個政策之下 是有多種特殊豁免的情況和合理辯解的 例如如果我們必須要經過商場回家 或者是上班 和到商場純粹是為了去買或者去領取外賣的話 都可以得到豁免的 領取物品和接受政府醫療服務也得到豁免的 但是在599L章就有說明 提出豁免的人是需要提出足夠的證據 政府說如果我們被抽查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合理辯解的話 執法人員就不會刻意去發告票給我們 但是他們會視乎實際情況 即是他們有相當程度上的著情權去執法 例如如果看到我們走來走去 他就可以說我不信你是直接回家或者上班 又或者看到你說買外賣都沒有外賣食品 他就不相信你是來只是買外賣食 不過這個說法有些問題 如果你都未買外賣他已經查你的話 你哪裏有食物在手裡 去證明自己是來買外賣 唯有是寄望執法人員 能夠通情達理地去執法 有另外一點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真的要記住 千萬不要 拿別人的打針紀錄 別人的打針卡的那個二維碼 當作是自己的打針卡 因為這個等同是盜用針卡 是屬於使用虛假文書的罪 是嚴重的刑事罪行 大家千萬不要以身示法 在這裏順帶一提 但我相信不會影響到政府這個政策的執行 有一個市民透過司法覆核 嘗試去挑戰有關的決定 有一位女子在上星期五十八號 入品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法院頒令 將街市、超市和餐廳 這些涉及基本民生的處所 剔除出疫苗通行證實施範圍 還要求法庭頒發臨時禁制令 禁止當局推行有關的措施 這個申請人是羅爾薇 三名建議答辯人是行政長官辦公室、食衛局長、創新及科技局長 入品狀說政府早前宣布實施疫苗通行證 將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止蝕 熱務及處所規例 第599F將表列處所範圍擴大到街市、超級市場、商場及餐廳等 申請人說政策將會禁止他進入街市和超市 令他無法方便買到食物及日用品 是剝奪他考取地產代理牌照的權利 令他失去工作機會 申請人說他將會被拒絕進入任何公共設施 可能難以找到公眾的地方坐下來吃飯 亦不能在工作地點附近吃飯 要被迫回家或買外賣在公眾地方吃飯 申請人要求法庭頒令各自實行疫苗通行證的政策 還將一些由關基本民生的戰略場所 剔除於政策的適用範圍 日品狀透露申請人現在沒有律師代表 還在申請法援 這個案件的編號就是HCAL 151-22 今晚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明天見 明天見 尋找真相, 尋找生存意义 真真正正看得到什么是生存意义 尋找空间, 尋找本人 其实想对方或人家当我是男孩 尋找信仰, 尋找选择 我一下交战, 不要不要过去 看到坟墓, 坟墓的墓碑有自己的名字 尋找工作, 尋找快乐 我不会理会参赛者 尋找自我, 尋找自己 是的, 你可以做自己 I haven't changed 尋找希望, 尋找幸福 结婚, 会不会, 之后会和女生一起 我们一生都是沉沉迷迷 陈志云, 沉 与嘉宾分享每个关于沉迷的故事 大家好, 我们是Nowhere Boys 刚刚做完Steven King的访问 还玩了六首我们的歌 很多心情对话 我了解了你们多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刚才有点害怕 因为他好像讨论了我们的历史才说 是的, 我连我喜欢拿泳, 我也不知道他会知道 我刚刚知道原来是喜欢拿水 我当然是最舒服 你们可以试试 不要说他很逃避 同房会不会这样的 我们可以来一看 看看跟谁同房 我们的心情对话 怎料他有点奇怪的对话 好, 你见到我们这么多话说 我刚才知道Steven的频道有多少 记得订阅Steven的频道 记得订阅Steven的频道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这里讲完这里散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氧物四维瓶 让它里面的齿子提取物 将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不对听的 统统消散了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 杰匹主义、好主义